好朋友的烦恼 约翰在街上碰到他的好朋友迈克 对他说 我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 真不知该怎么办 什么事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什么麻烦事就该对我说 也许我能帮你 我正在热恋中 这是好事 你怎么会觉得麻烦呢 迈克不解地问 我同时爱上了两个姑娘 她们一个长得漂亮 但没钱 另一个长得不漂亮 但很有钱 你看我应该选择谁 当然是长得漂亮的那个 这年头 钱算得了什么 迈克坚决地回答 对 约翰说 谢谢你的好主意 再见 说完 转身就走 等一下 约翰 迈克叫住他 你能不能把那位有钱姑娘的地址告诉我 第二边快读 好朋友的烦恼 约翰在街上碰到他的好朋友迈克对他说 我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 真不知该怎么办 什么事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什么麻烦事就该对我说 也许我能帮你 我正在热恋中 这是好事 你怎么会觉得麻烦呢 迈克不解地问 我同时爱上了两个姑娘 她们一个长得漂亮 但没钱 另一个长得不漂亮 但很有钱 你看我 应该选择谁 当然是长得漂亮的那个 这年头 钱算得了什么 迈克坚决地回答 对 约翰说 谢谢你的好主意 再见 说完转身就走 等一下约翰 迈克叫住他 你能不能把那位有钱的姑娘的地址告诉我